好 那麼還有一個問題也是想請教一下您的 他說我想請教華哥 我的這個樹上長出了這個小樹苗 他說既然長出了小樹苗的話 那我可不可以把這個小樹苗給砍下來 然後我把它當著樹 當著種子 移到另外的土地上 然後重新把它種起來 讓它重新長成一個樹呢 這種方法可以嗎 華哥您給點建議可以嗎 是 其實利亞我剛好這個口號小天使有寄照片給我看 它其實就是種在一個盆子裡面的樹苗 這個樹苗其實種室內室外都可以 那基本上它因為它的根是粗粗的那種 幾乎把盆子佔滿了 所以它的問題說 可以把它挖出來 不是要砍掉 是要挖出來重新栽種嗎 可以 沒有錯 用盆栽的這些植物 有時候因為粗粗大大的 把盆子長滿的樣子 那這時候最好就是該換盆 可以整個把它倒出來 那買一些帕聽壽友 就是種盆用的圖 把它移植 那就會它有更大的盆子 才會長得更健康更漂亮 你放在室內也很漂亮 放在家裡門口也很漂亮 可以 怎麼挖 它在問怎麼挖 基本上就是你要挖移盆之前 最好兩三天都不要澆水 那土比較乾的時候 你把它抖一抖抖一抖 樹拉拉 就連樹帶土 整個把拔出來就可以了 所以不是很困難的動作 所以它是要挖出來 我還以為它砍出來 對 要挖出來 我還以為就是像這個架接 什麼接支 把枝條接下來就可以 因為它這個 它有寄照片來 所以今天晚上你們這個節目 無視不登三寶店節目重播的時候 我想那個 把那個照片給大家看一下 照片放上去 那聽眾朋友看到就知道 這原來是要用挖出來的 砍掉的話 這個樹可能就會死掉了 明白明白 好的謝謝您 不愧是專家